好 第二环节 我觉得不妨来看看 田龙的职场情商课 假设这个人是你 每个月给公司创造 17万的营业额 利润11万 工资是8000 老板还觉得你工资高了 你该辞职吗 那我可能会跟老板谈 我身上肯定是有问题的 如果老板觉得说 没什么问题 那我觉得我可能会 真的考虑辞职 首先这个不太像 你做了八年营销的 这么一个还人力资源 跟我们还同行 我觉得有一点失望 你首先你得找市场数据吧 销售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要看业绩 你不能说我这边 工资是高还是低 老板认为你的工资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做出选择 好吧 天龙 你的求知之旅只能走到这里了 算了 反正今天就是我也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真的就是在 没关系 赢的方面真的是自己欠缺的地方 因为我自己创为我自己知道 我是适合前方打仗的 就是不适合在后方搞管理 其实营销营销 你不可能到哪儿说我只销我不赢 这一块是咱的短板 咱补齐 说不定以后你会有更好的发展 这是咱们今天重要的收获 好吗 对对对 再次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谢谢你 天龙 再见